今天4月19號 禮拜六 為大家在台東爆料場做的轉播 進入到晚間的賽事 六年半開始打的比賽是 桃園航空城 對上是遠東科大 目前在前面5局打完是3比1 今天下午的比賽就是3比1 由美孚巨人是擊敗了台電 那今天在晚間的比賽 前五局打完也是這樣的一個比分 目前是3比1由航空城 暫時的領先 今年的轉播工作 為您邀請到的是中文仔 中老師 那這場比賽呢 一樣是在今天的第二場的一個轉播 我們現在在中場一個整體場地的時間呢 就要請中老師來分析一下 兩支球隊雖然都已經確定 沒有辦法挺進4強 那他們在前面5局的表現呢 其實投手也都還有不錯的內容 這場比賽的話 兩位投手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那張凱倫他雖然有3次的一個40球 但是在第三局的時候 這個一出局以後的40球 然後馬上呢 接下來第一球 劉仁傑就打出右外野的一個 穿越一壘跟二壘之間的一個安打 形成一三壘有人的一個局面 然後過宣制打了一個二壘的滾地球 只造成了一個封殺掉了一分 然後接下來第四局 第五局是穩定下籃 那至於陳偉林的部分呢 他的敗比應該是在第三局 那第三局在一出局以後呢 連續兩顆曲球 然後被江俊全打出安打 那最關鍵的應該就是 楊家瑋的右外野的三壘安打 當時右外野手 守得稍微淺一點 一壘有人的時候最怕的就是三壘安打 那三壘安打出現以後的屈權防守 又被黃毅山打了一個 營養不良的德州安打 緊接著呢 後面又補了兩支安打 造成的掉三分的一個局面 那緊接著第四局 第五局 雖然有被打安打 但是陳偉林是穩定下來 無論是利用千支一壘 來破壞打者的節奏 或是有效的製造對方的一個 打擊沒有辦法串聯 都能夠維持不失分的一個情形 雖然是三比一的一個局面 但重點還是這個 遠東科大的打擊的一個 團隊的打擊率稍微是偏低的 所以得分的效果會比較差 要製造大局的話 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後續的比賽 我們要觀察的是 遠東科大能不能夠在安打方面 能夠有所串聯 會變成這場比賽的一個關鍵 嗯 嗯 嗯